《 韓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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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見播了幾集 你對白都情緒高漲 要很用力 拍的時候很辛苦 又不是覺得很辛苦 可能我又拍阿彪哥的戲都多 因為它普遍各個戲都會有一些 我們經常俗稱的大龍鳳 即是一張很大的場口 講很多話 情緒很反覆 由開始可能不開心 到最後不開心 或者開始是好人變不好人 不好人又變回好人 即是這個都是它的風格 我又覺得都OK的 我自己就真的第一次 其實跟我對上兩次跟角的角色很不同 今次我都需要了一段時間去習慣 因為那個能量是真的很高 而且我們兩個有很多 尤其是頭段 有很多大家的意見和看法都不同的階段 大家去鬥嘴 去爭辯 那是真的體能消耗很大 那今次收視會不會有壓力 即是你們說大疾掌 沒有的 我從來都沒有壓力的 因為我覺得最大壓力的 你拍的時候 你盡力行不行 成績是怎樣 其實自己也控制不了的 我覺得最重要是對得住自己 在努力過 我覺得很遠不會有很多因素 所以我出街我從來都沒有什麼壓力的 所以我出街我從來都沒有什麼壓力的 我覺得其實大家多些評論 多些看多些支持 對於我們來講 即是你去談論這一套劇 已經是一個很好的回報 是呀 是呀 即是不喜歡的多些罵一下 是呀 但最重要是看大結局才會罵 不要看一集就罵 你說得很好 是呀 是呀 當然 這些靠大家收視都是靠你們的 因為一邊看下去 因為內地都已經播到11集 其實我們都有機會看到之後的劇情 其實真的越來越精彩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